新北市立图书馆五谷分馆以时下最夯的莫兰迪峰打造小清新文青图书馆 市场和友宜特别到现场参观感受舒适的阅读环境 新北市立图书馆五谷分馆以时下最夯的莫兰迪峰打造小清新文青图书馆 2号这天重新与大家见面 优雅的莫兰迪律搭配木直调的阅读空间 营造清新舒适的自然风希望让大家都能放松心情 轻松自在的享受心灵有氧阅读 今天特别到我们的改造过的五谷徒书分馆 来跟我们隔壁的首让房结合文化资产阅读文化 来兼容并序 来带动我们五谷的悠久的文化历史 让孩子们能够多学习 侯友宜表示五谷分馆从1995年设置 迄今已有25年历史 为符合新时代阅读需求 新北市府近年致力打造城市阅读空间 五谷分馆更是本市首作 结合在地重要文化资产五谷首让堂的图书馆 希望孩子培养阅读习惯 也能了解在地人文历史深化与地方连结 这三年来总共新增跟改造图书分馆有三十间 未来今年还会再做十间的改造图书分馆 让我们新北市各个地方能够结合当地的文化历史 变成我们新北的图书特色 既有创意文化以及历史 让我们新北市处处都可以闻到阅读的书香 五谷图书分馆挥别以往成就昏暗的束缚感 以宽敞明亮的空间设计 姚生已变成小清新图书馆 以墨兰迪律搭配木质书柜 打造文青感的装修风格 规划专属阅读区块 位于四楼的开架书库区 更以清宫叶峰打造书墙迷宫 增添读者浏览找书时的趣味 也让图书馆充满了知识无穷的想象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